在保龄球赛场第一天为我国夺得女单金牌和铜牌的我国女将梁慧芬和黄林芷 今天搭档出击双人赛为新加坡团队再添一面银牌 可惜男子双人赛我国的健儿虽然是奋力拼搏还是无缘奖牌 本台特派菲律宾冬运会记者徐永森发挥报道 我国保龄球队这次共派出两组选手出战男子双人赛 黄维璋搭档首次亮相动运会的队友中伟健 在男子双人赛刚收获铜牌的谢慧恒则与吴嘉丽联手出击 他们四人都拼尽全力可惜没能收获奖牌 最终分裂第六和第八位 教练希望能从今天的比赛中吸取经验教训 争取在团体赛取得更好成绩 在保龄球场地外天气已经恢复晴朗 据了解台风已经减弱并离开了菲律宾的旅宋岛 虽然一些赛事因为台风的原因被迫推迟 不过主办方表示东运会不会延期 赛会照样会在这个月11号闭幕 新传媒新闻记者徐永森 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